WTT澳门冠军赛作为2022年的开幕大戏 这场比赛的成果也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这次比赛可以很好的考验国拼少年的战斗力 同样国内的比赛真的很少 尤其是在特殊时期国拼选手参加比赛真的是难得的机会 每一位国拼选手都会抓住这个机会展示自己的实力 比赛开始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激烈的竞争 比如老将许昕和刘诗文都在本次比赛中实现了个人突破 虽然他们之前缺席了两场国际比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作为老将还是很有实力的 这在这场比赛中给年轻球员带来了挑战 这场比赛中有惊喜也有失望 25岁的全国冠军周启豪在这次比赛中受到了质疑 其实在本届澳门锦标赛开始之前 大家对周启豪有很多期待 虽然周启豪在前两场国际比赛中的表现相对一般 但他在内战中依然有很强的实力 尤其是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国家乒乓球队的大部分球员都参加了比赛 给了周启豪很大的舞台 但是没想到的是仅仅在比赛的第一天 周启豪就败在了双线上 在单打输给16岁小将临时洞后 混双也遭遇首轮淘汰 令人非常遗憾 比赛中我们看到周启豪在关键时刻的把握 往往会经历很大的波动和起伏 周启豪在场上犯了很多错误 老问题没有改变 场上的表现让人感到非常失望 此外混双比赛结束后 周启豪也在场边发表了令人非常不满意的言论 赛后采访期间 周启豪的搭档和合卓家表示 周启豪在这场比赛中很累 他之后也会继续寻找自己的原因 这句话原本是想给周启豪一个台阶 这也是他高情商的体现 不过周启豪似乎并没有什么想法 直接表明合卓家可能是打法有问题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周启豪在心里认为 这场失利是输给了自己的搭档和卓家 这无疑是赛后甩锅的行为 作为的绝对核心成员周启豪的做法 确实给人一种不成熟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到 和卓家虽然实力有限 但毕竟不是核心成员 更多的是负责搭档训练 而周启豪是真正参加过世拼赛的成员 他必须在场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不过经过这一番陈述 相信刘国梁对他是彻底失望了 在他状况频出的情况下 再加上给出这样的成绩 和这种不愿承担责任的态度 让粉丝大失所望 相信在未来刘国梁不会再给他太多的机会 毕竟他外战是真的不行 内战也不稳定 我们也希望周启豪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这样他才能真正的突破自己 感谢观看